兩個單位上載100萬元的價錢 在同一個屋面 你究竟選擇要高度和景觀 還是選擇要大一點 事情是這樣的 我就根據朋友仔的要求 一家四口上來的三房 因為小朋友大過女 可以跟夫人姐姐一起睡 要有自己的私人空家 學會動革 談了一段最後 帶了他們被看天進一期的三房單位 分別是617呎的高層曲徑 以及712呎的三房兩次 假設你看完這兩個單位 你又會怎樣選擇呢 我們先看見617呎的三房一次 入門是一個場廳 樓底很高 外聯好台 又做了窗簾 西林海景 景觀很開揚 攬天白眼 做了浪三架 回望客法廳 擺位上也很鬆動 這邊可以放琴 上住走路走到睡房區 浴室改進去期間 實用了 三間房間 這邊是網站 這邊是主人房 看張鐘 這邊是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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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衣櫃 這個房間 一個方便是衣櫃 高鬆的話就33 高鬆的話就高一點 下面的 廚房是原裝的 有個工作平台 廚房工作面 也有很多 廚房工作分面 這是下廳 還有一個露台 東南 我全房都很喜歡 一個小露台 睡房 有房間 現在睡房 有一個窗簿 看回那裡 人房 放在床上 有一個窗簿 看出來 沒有少許海景 回到來 這裡多了演藝目隔 看來散景 然後 這裡是主人房的浴室 都是有窗簾的 如果6111呎 和712呎 都可以解決 雙橙186.3 拍了 被刪了 然後 有夠 有 bur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